侯威無奈迷AI晶片 嚇死人 攤開梁綠 笑死人 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集的超版手之路 我是謝忠林 中國華為在這集錄影的前幾天 傳出最新推出的AI晶片 森騰910C 不只開始送陽客戶測試 最快10月份它就要出貨了 消息一出來嚇壞了什麼樣 嚇壞了週一的台北股市 原因是這款晶片不只號稱 採用5奈米的製程 效能還媲美揮達現在什麼 現在主要的規格H100 等於直接挑戰以揮達為首的 全球AI供應鏈 那到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華為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對以台積電為首的AI供應鏈 又有什麼影響 重點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哪些投資機會值得同學們做留意 有在關心AI行情的同學 這集一定要看到最後 進入主題前 請新同學先幫我們一下 訂閱老同學幫我們點讚分享 一起用流量支持中林的頻道 郭忌老師曾聊到 Intel跟三星的萬道翻車 這裡就想進一步請教 這是華為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當然中國請全國之力在做這個AI晶片 它應該是玩真的 但是半導體的良率有那麼簡單 你嘴巴說一說 我要做我賺個錢 就做得出來嗎 如果做得出來的話 三星跟Intel怎麼會彎道翻車呢 同學們這邊要有一個概念 同學 技術的發展跟變現 它是需要一步一腳印的 在我們超版手的第100集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提到台積電 拉良率的那個部分 都是要經過什麼樣 千錘百鏈的研發 才有能變現的產品 中國自從中美貿易戰以後 就被美國封鎖了各項的高階技術 甚至到了今年 連艾斯摩爾的生紙外光 DUV都買不到 同學 DUV是做成熟製程的 你們要知道 現在台積電在用新一代的極子外光 叫做EUV 也就是先進製程要EUV 成熟製程DUV 那中國現在DUV被禁了 你覺得它的良率 就算用多重曝光準的技術去做 它的良率真的起得來嗎 中國的半導體本身 到目前為止 其實就是成熟製程 理論上它是被掐得死死的 但是中國很幸運 因為近年靠著中芯國際的梁夢松先生 硬是用成熟製程 搞出了7奈米的 MAN60 Pro 可能有不熟半導體製程的同學會問 那按照這種情況 再往下到5奈米好像也沒差多少 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 這樣的良率同學是非常非常低的 晶片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 它是會飆升的 如果硬要用成熟製程做到先進製程的精度 最可行的方法基本上就是用多重曝光的技術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塗裝圖學們可以看到 如果用現在的193奈米深磁外光技術 經過雙重曝光後 就可以把40奈米直接萎縮到一倍的20奈米 製程在做一次的4重曝光後 就能在所有倍到10奈米 而依照台積電前研發副總 林本堅博士的說法 理論極限它可以做到8重曝光 也就是做到5奈米的程度 這剛好也是華為這次深藤910C的規格 但是這是理論值 因為依照這種方式生產良率會怎麼樣 它會非常的低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深藤910C的上一代是深藤910B 對不對 它是用7奈米的製程 也是用多重曝光的技術 但是它的良率同學你知道有幾成嗎 只有兩成耶 兩成非常低耶 那5奈米基本上比7奈米更先進 那910C的良率 你覺得會比這個兩成更高嗎 所以良率差的話 基本上就賠錢嘛 只不過中國怎麼樣 中國請國家之力 這個賠錢不是它關心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 全球大家都在玩AI 在中美對抗的情況之下 中國被掐得死死的嘛 據說連輝達的降規 H20 V20 美國都不太希望輝達賣過去中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包括抖音 百度 甚至中國移動 那他們怎麼辦呢 因此 身為全村希望的華為 升藤910C 訂單 基本上 據傳已經到了7萬片 總金額是21美元 但是中國真的能突破限制嗎 因為根據大陸工信部最新公佈自製的深紫外光曝光機 DUV有規格 顯示分辨率落在6奈米 當然這樣講同學們肯定沒感覺 但是這個規格是接近愛斯摩爾9年前的設備 1460K 然而一堆媒體看到規格中的套科精度8奈米 就以為中國自製的光科機 就能做到8奈米以下晶片 這個是完全錯的認知 因為所謂的套科精度 是說晶片在光照的前後次曝光後的 糟金的程度數值越小越好 所以套科精度8奈米就是說 中國最新自製的這台設備 在經過一次的雙重曝光後 它的糟金程度會落在8奈米 但是對比愛斯摩爾的1460K這台設備 它早就做到什麼 3.5到5奈米之間 兩者顯然它還有一段的距離 雖然說對中國來說 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但是雙方還是沒有可比性 那再回頭看台電來講 這次市場主要擔心華為的AI晶片 會衝擊輝達跟相關的AI供應鏈 但是在良率極低的情況之下 鍾琳很懷疑這次中國盡全力拱出的無奈米 即便它真的能用 最好的狀況基本上也是賠本的買賣 在這種情況之下 同學們反倒可以留意這波大跌後 那些一步一腳一有拉回的 相對未接低的AI概念 老師具體可以跟同學們分享 是哪方面的產業或個股嗎 基本上我們在之前超判手第99集 有跟同學們分享過 現在正在出貨的AI交換器的台系供應鏈 那時候我們講的是台腰的部分 那這集我想進一步的聊聊 它的下游就是PCB廠的高計 我們先看到這張圖 圖中的綠色PCB就是高計 正在出貨的主力產品之一 以網通客戶來講 高計不只拿下智邦明太 連中壘都是跟高計拿貨 特別是公司配合客戶正在開發 CPU結合800G的PCB版 讓公司未來有希望可以吃到這個AI的大商機 因為就有法人出具報告顯示 從今年的下半年開始 網通正式進入800G時代 以超大型的資料中心為例 每10萬台伺服器 就至少要搭配1萬台的高階交換器 和100萬組的光纖通訊收發模組 這對供應PCB版的高計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算大補的生意 其實我們說起高級的生意模式 跟99級的台藥它有點類似的 都是專做少量多樣的利基型生意 產品主要是應用在一些高頻高壓的特規產品之上 所以除了網通之外 另外也有跟電力相關的電工 跟車用相關的客戶 以電工來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台達電的AI電源供應器 車用當然是一路從A-DAS系統 自駕系統延伸到電動車最重要的電池管理 充電系統甚至逆變器等多樣的產品線 就公司自己的講法 未來以車用PCB每年會成長四到五成最多 網通兩成以上居次 當然說電工的成長最少 但也有一到兩成的幅度 營運展望基本上還算不錯 當然面對快速成長的客戶訂單 高計除了計畫在2024的年底前 將新產線塞滿桃園廠區以外 還因為電動車網通等兩個大物客的需求 啟動了20年來的首度海外擴廠 預計在泰國興建一座每月10萬平方区的新廠 於是在有明確的成長數字切入AI供應鏈 同時公司也在積極擴廠的情況之下 重點認為特別值得同學們長期留意觀察 法人展望今年2024 預計高計將端出營收年減3.2的42.1億 EPS4.91元 當然今年高計營收會年減的最後原因就是 它被車用市場給拖累了 但是進一步的展望2025年 公司則會重回成長 營收有機會端出年增9.07%的45.92億 EPS5.79 那麼以上資訊我們最後就提供給同學們做參考 好啦那這集的內容大致就到這邊 三個重點整理給大家 第一個 中國華為推出新款的AI晶片深騰910C 號稱效能對標輝達的H100系列 讓市場出現短期的恐慌 進一步分析這顆晶片 我們在比照中國現階段的半導體製程 相信同學們都可以認同 中國還是在走過去三星Intel的老路 也許做得出來 但是會賠本作因為良率很低 第二個 長期來說華為的AI晶片對灰達甚至台系供應鏈的影響 其實不太大 也對此中林反倒認為 近期的下跌是同學們 對於一些AI相關股可以減肥的機會 第三 有AI訂單 有明確的成長 甚至因此擴廠的高計 在未來掌握明確的情況之下 特別值得同學們長期追蹤觀察 當然中林也會持續分享更多的關鍵行程 以及我們的超函行程 所以呢 新同學一定幫忙下訂閱老同學幫忙 點贊分享一起用流量支持我們的頻道 感謝同學們這一集的收看 我是喜宗明 下個同學時間 我們再會 掰掰 ельзя藍和我們聊天 senate的觀眾 美的优优 一會兒 看看